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前两天我们讲了一个sushi.com sushi swap 现在已经是sushi.com了 现在我们讲了他的团队 他的官网,他的multi chain 他的cash lending,他的panel box 我们今天就要讲xsushi staking 和awesome program 这两个就比较容易讲 我们先讲enter sushi bar sushi steak OK,什么叫做sushi bar呢 什么叫做xsushi呢 这边写的很清楚 就是当你买了sushi之后呢 你的sushi呢可以获得整个平台的红利 平台红利是多少呢 大约是5%的API 那这个xsushi的钱又哪里来呢 是通过整个平台的交易费 earning fee的万分之五 of all swaps of including multi chain swaps 就是当这个sushi的生态 越来越大 你获得的手续费也就越来越高 你获得API就越高 那目前是5%左右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看这边sushi bar status sushi bar status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是6.77对吧 24小时的年化呢是8.76 平均的年化是6.77 现在啊 xsushi一共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 5300万个xsushi 然后一个xsushi呢能够换1.1367 就是这个 这个1.1367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你可以看之前的API都达到了 20% 就是地外疯狂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年化 地外现在比较冷静 因为是叫什么 因为那个 看现在就有sushi啊 现在有点走下坡路的 所以呢 它的业务的就比较低 平均是6.77 随着越来越多人拥抱defi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sushi之后 那你就可以获得 更多的收益 就是很简单 你要你如果你说持有sushi 你可以干什么 你首先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sushi转换成xsushi 如果你有sushi就选择这个approve 然后就可以convert 当然你可以从xsushiconvert回来 双向convert 这是第一 第二呢 xsushi呢可以参与投票 我建议大家呢 有xsushi的同学呢 可以去参与一下投票 因为投票呢 经常参与这种治理呢 有的时候呢会带来福报 就是有些项目呢 只允许大家参与过投票的兄弟们呢 获得空投啊 获得早期的一些参与啊 对吧 如果你看到了 你就去投一个票 我们也不要求你们 大家都很积极的参与所有的投票 但是你关注到 或者我在群里面 特别是在付费群里面提醒到大家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投票呢是不需要guest的 好吧 是不需要guest 就是在那个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投票里面呢 是不需要guest 这是compound发明的一套机制 行 这个就是苏西吧 非常容易理解 还有之前我们的vesting 我把vesting同样讲 就之前大家去挖 去挖了苏西啊 导致这波苏西的价格崩盘 主要就是苏西之前有个锁仓六个月 当你去挖苏西之后呢 三分之一的reward 就回报呢 直接给你 以苏西托更的方式给你 三分之二呢 会锁仓六个月 现在解禁了之后 那就势必引来了一个抛盘 对吧 你现在已经六个月过去了 已经进行了一波解禁 那就会引来比较巨大的抛盘 很多人呢 就是像 Zeroxb1这些大佬 解禁之后 他们肯定会抛 导致了苏西 砸盘非常厉害 从20刀直接砸到了10刀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这里啊 vesting 你点vesting进来之后 啊 我这个账号是没有 我这个账号是没有 那你有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claim苏西 对吧 这边会告诉你 有多少的total lock的苏西 你现在可以claim多少苏西 对 然后呢 你拿到苏西之后呢 你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把你的苏西换成X苏西 对吧 非常方便啊 第二个呢 就可以把stack yields with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话说 第三个 最后一个呢 就是可以把你的苏西呢 放到bando box 我们讲过bando box 对吧 可以把苏西放到bando box里面 来获得收益 好 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叫做SAAVE 这个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工具 能够一次性的 把苏西变成X苏西 变成AX苏西 他做操作是什么呢 首先先把你的苏西 变成X苏西 你获得X苏西的 分红 对吧 你给我的X苏西的分红 第二呢 把你的X苏西呢 去放到AVE里面 所以他们成为了一个联盟的 这里面有一个X苏西 对吧 你把X苏西呢 他直接通过smart contract的形式呢 直接存在了这个里面 然后你拿出来呢 叫做AX苏西 就是AVE的X苏西 那你可以获得啊 这基本上没什么利率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collateral collateral是可以的 你放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去借 就是说 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busd啊 就是busd现在年化特别低的 或者susd啊 就可以借这种东西啊 就可以借出 作为一个collateral去借 这就是它的一个X苏西 有什么作用呢 比较好的 官方支持的 就叫做SAAVE SUSHI A-A-V-E 那SUSHI 你获得百分之五的API 不拿白不拿 对吧 然后把你的X苏西呢 放在RV里面 获得AX苏西 来获得interest 那现在interest是零 就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可以作为collateral 对吧 进行borrowing power all in one click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小工具 小工具 帮助大家 这个SUSHI啊 它也不希望你卖掉 你用了SUSHI之后呢 可以获得这些的用途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 就是那个 XSUSHI staking 包括那个vesting 对吧 这个SUSHI能做什么 好 最后我们讲一个 那个awesome program awesome program呢 就是Yale farming 这个也非常容易了 我们已经老生常谈了 Yale farming 这边你看到 有battlebox的这个cash和link 这个叫做single-sided Yale farming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不会有permanent loss 就是你不会产生IP impermanent loss 你是不会有的 就是中文叫什么 中文叫什么 非什么 非什么常规损失 我中文忘记了 impermanent loss 这个有那个cash 为前头的 对吧 现在都比较高 还有的呢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对吧 inv和weth 或者说我们看 sushi和weth 怎么都是cash 因为我因为我点了一个这个对吧 我没tvl来看啊 tvl排的第一的就是sushi和weth 对吧 那你放进去之后 你可以获得年化27.19%的sushi作为回报 就会不断的给你的 这边的susd synthetics的usd和weth 可以获得32.41%的这样一个回报 也是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对啊非常不错 就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像就susd和weth 这个还是不错 你有weth对吧 那你就可以 你有一部分的weth呢 或者你有sushi呢 先把sushi 变成xsushi 再变成axsushi 对吧 然后里面去把那个susd借出来 因为susd它的利率非常低 才2.41% 这也是个稳定币 synthetics提供的一个稳定币 你借出来之后 对吧 你借出来之后 用你的susd和你的sushi 对吧 和你的weth进行挖矿 年化32% 有的人说啊 年化好低 32% 完全不是我的菜 这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非常的稳健 非常稳健 你一个是稳定币 一个是weth 对吧 weth涨 那你的eth变少 你的稳定币变高 weth跌 你的eth变多了 你的susd变少了 这也这也是 等于是自动帮你买卖做平衡 对吧 还是比较稳健的啊 你既可以获得他们的手机费 并且呢 还可以获得sushi的 32%的年化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啊 所以像这种东西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寻找 不断的去挖掘 有的人说32%实在太低了 那我们找一些高的 比如说我选择的这个 264% 对吧 你可以选择这个啊 但是你的 你的风险就是你要去买Nexus Mutual Nexus Mutual差不多90刀一个 对吧 你愿不愿意去买Nexus Mutual啊 这又是个问号 可能会跌到10刀 可能会跌到5刀 这就是他的风险 好 那我们今天啊 这个视频基本上就讲到这 最后我们来宏观的总结一下这个sushi 那经过我这边的不断的 给大家的分析吧 比如说讲了三期 第一个讲了sushi的整个 主网 它全新的UI的改版 包括它的team 对吧 虽然都是个匿名团队 但是啊 他们的团队现在也已经非常壮大 差不多 我看一下12345 123 15个人 也不多 一个15人的小团队 但其实15人也已经蛮厉害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sushi团队在不断的做事情 不断的创新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sushi团队呢 是一个以builder为主的团队 对吧 就是cutting the bullshit no bullshit 就是全部是在做事情 全部是在建造东西啊 没有很强的CX的人 对吧 没有天天给大家洗脑的人 比如说有很多 有很多项目就天天帮大家洗脑 对吧 天天吹自己项目多牛逼 多牛逼 多牛逼 像这种项目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啊 发自内心的为他去推 我们也没有拿到项目方任何的好处 但是我们就是愿意去推这些项目 不像有些项目 比如说什么 这种项目太多了 比如说什么这种smoothie smoothie就是天天说 我给大家空头 大家全部进去 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人的恐慌 对吧 全部进去 最后他说 空头的条件特别的严厉 对吧 就这种smoothie 还有什么波兰这种项目 还有那个之前有一个什么 不记得 反正就curve的 ellipse 对吧 也是这样说我们是经过客户和官方授权的一个项目的发在Binance Binance 历时机器千层了 知道如果你参加过很多的defi项目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苏西作为一个defi的我可以说它是defi头部项目是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项目啊 所以我非常看好苏西的未来 而且现在苏西的价格呢是是偏低啊12块绝对是偏低的我个人认为他应该他的价格应该和uniswap差不多啊 因为他的代币啊也比uniswap少四分之三对吧 只有两亿五千万 uniswap有十亿 而且苏西呢它是fixed 它是fixed 而且他的代币的经济模型呢要更好一点对吧 比如说你持有代币的人你可以获得持续的收益 而uniswap至少v2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到v3我们拭目以待 好经过这个视频之后我们就要讲啊 下下视频我们会给大家带来uniswap uniswap v3到底能够给大家带来那些东西 大家万众瞩目的uniswap 好最后我们再讲一下价格啊 价格可能是涨涨跌跌对吧 这个东西呢就很难控制 特别是有鲸鱼的项目 但是一个团队一个产品啊 这个东西是在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改进 牛市过后啊 可以说90%甚至95%以上的项目呢都会死掉 那真正能够持续坚持下来 能够长久发展下来的项目呢 你终将会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可以用巨大两个字来来形容 那我们举个例子啊 主意啊 AVE来举例子 AVE呢就像我们是亲自参与的 2017年的众筹呢叫做LAND 叫做ETH LAND 当初啊刚刚融到很多钱之后呢 他们在做事情 然后做事情呢就很不幸啊 就那个整个市场就爆炸了对吧 就直接从牛市到熊市 这个ETH LAND就跌成狗 跌到无法再跌啊 这个我还带给大家看那个Coin Gaggle 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LAND Old LAND LAND 现在是4块1毛7对吧 非常利涨 你看它一年涨了109倍啊 我们看MAX 最低的时候 你看几乎是0 3分钱啊 3分钱 跌到不能再跌啊 这是18年早期的时候 最高到3毛钱 最低到3分钱啊 一直是在3分钱 还要到0.08啊 还要到0.08啊 还到0.004啊 还到0.004 直到现在啊 直接涨到了4刀 涨到最高到500多 涨到5刀 最高到5块7毛啊 这就是啊 为什么我说 这些好的项目 经过时间检验的项目的 几年之后会给你巨大的回报 你现在要找的 要抓住的就是这种 可以让你财富自由的项目 然后慢慢的买 慢慢的买 慢慢的买 你要不断的去关心这些项目 不断的去了解这些项目 然后不断的参与这些项目 你才会有信心 不断的去买入 不断的去买入 你可能现在就1000个 可能熊市之中 两三年之后 你慢慢积累 积累到1万个 熊市中 可能是只有两刀 或者三刀 两刀三刀也好 不管多少钱 你不断的慢慢的积累 不断的慢慢积累 等到牛市 这个项目 随着敌发用的人越来越多 可能到120刀 这个时候你就是真正的财富自由 行 大家更多关心的是币价 我们在最后一期里面讲一下币价 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苏西的价格 Compare 其他地方项目的价格 是严重偏低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但是在熊市之中 可能只有两块 甚至只有两毛钱 所以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去all in 绝对不建议大家all in 大家慢慢的关注这种好的优质项目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再一次感谢大家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给我点赞 Peace 小伙伴们